那動用的時間會比較早 那如果是牽扯到最後一道防線的話 總是會有一點力量比較擔心 這個球一連手 彭正銘接球中傳三壘 Out 彭正銘的反應相當快 而且傳力很大膽 最後陳凱倫要做助攻 但並沒有成功 彭正銘接球中 直接順勢傳三壘 當然這是被迫進壘 不需要做take 結果攻殺了證照行出 是 我們看到恰恰 一開始真的是衝得蠻快的 而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大家拍也有陳凱倫剛剛在點 他點的是比較強勁一點 所以接到球之後恰恰傳球 又那麼準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們看到二壘上的跑腳跑三 幾乎是完全沒有機會